本本好久没来试驾了 今天在这个地方看着有点雾气 让我有点阴险感觉 没错 这里是重庆的仙女峰 所以今天雾特别大 给大家带来这一台 比亚迪唐王者混动DMP的车角 这台车其实去年就已经上市了 因为我们口罩原因 一直没有做大肆的宣传 今天终于我们有机会来试驾这台车 其实这台车去年我们在甘孜地区 高达海拔4300米的地方 已经试驾过一次 动态表现非常非常不错 远超我的期待 谁来到前面 家族式的龙岩设计 Dragon Face 3.0 比亚迪从这一代 不管是汉还是唐 你才觉得它越来越漂亮 包括2022年小改款的之后的 千山翠的汉 你都会觉得它非常非常漂亮 等到唐DMP DMP跟DMI区别是什么呢 在这里变成一个一个小林格 DMI是一个通式的小林格 但我个人觉得 DMP这个龙岩设计会更漂亮一点 那这台DMP呢 有几个性能上的参数优点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25T消云专用的混动机发动机 配上前后商店机最大综合功率 452千万时 最大扭矩680牛米 这个参数非常非常恐怖 我这些说680牛米 可能你没什么概念 我们拿一个车作为参照物 宝马的X6M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那个车也就是670多牛米的一个最大峰值扭矩 那可是一台4.4TV8双温轮增压的汽油发动机 可见电机扭矩的优势有多大 我相信大家有些朋友应该也在抖音上刷过这种视频 就是这个唐的脱困能力 唐在这个广东的625越野赛道 也是一举成名 大家都觉得唐没有过不去的卡 那当然这台车也是依托于它的一个后桥的一顿常速所 达到个这么好的一个越野效果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详细做讲解 咱们稍微往侧面来一点 DMP你会觉得它的轮子特别大 是的 因为它用了一台21寸的轮毂 所以看到它特别大 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台兼具性能版的一台 比亚迪桃家族的旗舰车型 这台车0到100加速可以做到4.3秒 同时它的油耗可以做到6.5升的最低油耗 亏电油耗 这个非常非常恐怖 回到轮子用的是一个26545R21的轮子 前后都是 然后再想上它的四驱 再加上它的一顿常速所 所以我们经常看见有一些朋友开着膛 去这种远行 拖着他的房车 上面又带着各种的行李箱顶箱帐篷等等的 又加上他自己有一个6000瓦对外的最大放电功率 对于这些玩户外露营的朋友们 这简直不要太香 尤其是你拖一个房车 把房车的电可以直接接过去 或者你自己搭一个帐篷 你的什么热水器供暖系统等等这些全都解决了 你们可想而知啊 如果在户外用电是多么舒适这件事情 尤其在这种零下20度的情况下 你可能要烧柴暖 是要烧煤 外面煤每一个还得起来去点一点 而躺电梯就不是为了 这家庭没有电的时候 那你直接加油发电就好了呀 对吧 所以可油可电 同时呢 它的纯电续号里程也达到了200多公里的续号里程 5加2的一个概念 平时呢 用纯电形式 那如果周六周天想远游的时候 加一点油完事 嗯 OK 那咱们现在往后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它的身份小标识 蓝色的P DNP 小小的P啊 当然这个是P 我个人也有可能是performance的一个代表吧 I代表是efficiency 完全是个人猜测啊 不知道 那后面还有它的这个成绩单4.3秒 冰拜加速 好 那咱们上开车里面 看一下吧 那这车解锁条件也很多啊 比如说钥匙解锁 蓝牙解锁 包括NFC解锁 这里有一个NFC的装置 如果你的手机是安卓手机 目前还没有对iPhone开放 那这手机上这里 一扫车门就卡开了 那我们这台车呢 我没有蓝牙 所以就拿钥匙解锁好了 走 放车 来到内市啊 其实唐DNP作为家族的旗舰车型 也是整个王朝王的旗舰车型啊 这台车其实配置完全拉满了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前排和中排的四个座椅 全部有通风加热按摩功能 比如说这个小麦克风 你再可以在车里唱歌 然后因为它这个内置了一些唱歌的人 这样你可以去使用啊 再比如说单单音箱 哎 这台车是标配的 再比如说这个什么ACC啊 D-Pilot啊 D-SUSD的悬挂呀 可变阻尼悬挂 这些东西在这台DNP上 全部都是标配的 买强DNP没什么纠结的啊 基本上就是 比亚迪能有技术能给的全都给你了 没有的功能呢 也会在未来通过OTA逐渐去向你开放 那既然DNP是唐家族的车型嘛 那它当然要延续唐家族的一贯作风 那比如说这里 全部都是民族自信 能用汉语的地方 全能用汉语 据说这台车已经上市到海外了 在巴西的售价非常非常高 高达折算过来 60到70万左右人民币 这个数字我没有查啊 网上的一些传言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在欧洲的它售价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呢我在YouTube上看了一些 这个外媒对这台车的评送 好像大家还都挺喜欢 包括我个人也是很喜欢这台车了 YHUD就是很宽的一个HUD 显示的信息也是非常多的 那咱们来稍微看一看后排 我觉得这台车后排的乘坐比较 其实是很好的 好现在来到后排啊 前排是一个我舒适的驾驶坐姿 我是身高一米踢整 我现在在后边的话 差不多还有两拳多一点 两拳两指左右的一个腿部空间 后排有一个独立的分区空调 包括陈景天窗 其实我更愿意坐这台车 后排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后排它是这种独立的座椅 不像前排那么有压迫感 而且后排感觉更有一种老板的感觉 你知道吧 就是这种 比如说买一个MPV吧 或者买一个这种地级行政车 也很少老板自己心思开 毕竟老板坐后边 自己在前面 秘书坐这 对吧 又白 好 那我们回归正题 后排这两盘的座椅都是前后可调的 你看 比如说座椅 座椅前后 包括轻角的角度 包括后排也有它的腰托 因为有气垫 有按摩功能 后排这里还有两个充电头 最高是18瓦的USB充电头 然后包括两个扶手 然后在前方这里又有一个 有一边器的220伏的电源 包括Type-C以及USB的充电 所以后排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完全为了一个出行去打造的 一个后排舒适空间 然后再就是担家常关心 这种中大型SUV的第三排空间 来去看一看吧 爬到了第三排 第三排一般在这种中大型SUV表现 都不会太好 其实唐表现 我个人如果理解 10分的话 我觉得能给到5分到6分吧 扣分扣在哪 后排没有太多的一个配置支撑 比如说后排的独立的充电口 是没有的 但是加分加在哪 后排你有一个抽风口 然后再一个就是后排的轻脚 还可以还挺舒服 因为很多车后排 第三排都是这样 跟小摆凳似的 后排我至少是可以斜着点的 斜着点 我的腰不至于就那么累了 腿因为刚才我前排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 我腿这里是已经顶住 如果二排不做那么舒服 往前移一点的话 第三排是有一些垂直空间的 当然我的理解是 在第三排的时候 更多是属于一个 临时应急的做人的情况 你毕竟长期需要做六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买SUV了 既然DMP的性能这么强 咱们开起来 说一说它的动态表现 朋友们驾驶这台唐DMP 走上了仙女风的各种床间小道 刚才过了这一路 刚才那个团物特别大 特别像这个机晶领的感觉 所以还稍微有点渗人的 言归正传 咱说说这台唐DMP 这台车最大的印象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 在甘孜的驾驶那一段非铺装路面 我们都知道 在传统的越野车 有大梁是好的越野车 有差速锁 比如说大G三把锁 这就是为什么它特别贵的原因 越野这么厉害的原因 好像在电磁区系统里面 还没有那台车说 给加个这种机械的差速锁 它在你的速度低于30公里 而且车轮空转大于100转 每分钟的时候 后桥的机械插速锁 会给你强行锁止 也就等于你后轮的两个轮子 你的转速是相同的 就是大力出积极 硬往抽脑 你即使在偷打滑的情况下 那同时的保持扭矩输出 你不管哪个轮子 稍微有一点点抓地 它马上就可以把这台车送出去 这也为什么广东这种 GY53市或者是什么 老表坡这种的越野赛道 你经常能看见唐DMP 轻松就过去的原因 而那些霸道 或者是那些 这个这个吉他的越野车型 就表现的没有那么从容的原因 就在这里了 那第二个 我特别喜欢这台车的原因 就是这个D3C的 这个可变的悬挂系统 在这里可以轻松 可以看到 一个是舒适 一个是运动 我个人感想 我比较喜欢这套运动模式 因为舒适模式呢 跑高速的时候还好 但是跑的速度快一点呢 比如说稍稍有一点 达到这个限速的银线点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这台车 没有那么稳 当然我是比较追求 这种性能车型的 所以我会喜欢这种 车更扎实一点的寻驾 当然我如果拉上 四五个朋友的时候 我会喜欢把它调到舒适模式 因为这个时候 你就不追求这种 这个这个车辆的灵活性了嘛 你追求的是大家 共用的一个车辆的舒适性 第三点我特别喜欢的点 就是这个单单音响 那在过去的时候呢 咱们的车是不太追求音响音质的好坏 基本都是一个喇叭 听个声就行了 甚至行业里有一个笑话啊 就是华晨宝马的5系 售价可是40多万50多万的车 上一代车型 FC底盘的车型 520居然只有四个喇叭 那都不是音响 那就是喇叭 你听个声就得了 那等到我们这个自主品牌 开始内卷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家音响做的越来越好 那这一代台湾DNP 也是给了这个全系的单打音响 我口述无凭 有时间你们自己来试试车 你们去听一下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啊 说说我不太喜欢吗 其实这台车我今天是我觉得它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设计过度 当然这个事情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有的人他就是喜欢 有的人呢 他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吧 比如说这个可旋转的屏幕 很多人他还挺喜欢他的 但我觉得他各个APP来回切换的时候 他的视频能力没有那么强 比如说有一些APP 他就是数版的音域 我现在点过去的时候 我在导着行动 我点到那个数版音域 他哒就给我转过来了 然后我再切回导航上哒又转过来 每次旋转他又不是及时性的 马上旋转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旋转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爱事的 那第二个点呢 就是这个氛围灯 那这一代的氛围灯其实挺好看的啊 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过度 在晚上的时候有一点KTV的感觉 那再有一个点呢 就是这台车的车灯 我强烈建议他的车灯 在晚上的时候亮度能够增加一点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去甘孜的时候 这台车的车灯 它的亮度真的 我们在跑那种山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就是它的照明亮度不够 不是说它这个什么照明范围啊 或者是辅养脚不够 就是单纯的亮度 如果能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好 这就是这一台让我非常非常又爱又恨的 唐DMP啊 其实这个还售价 其实还有很多车型可以选 比如说今年上市了一下L7 那比如说领克09EMP 是去年上市的 那今年我们知道 也有很多的这个价位 30到40万左右期间的车型出现 当然啊 唐呢 在这个价位期间 它已经是第三代 第四代产品的DDX 那作为尤其是它的DMP系统 这已经是唐DM4.0的 王者混动系统了 朋友们 如果你在这个价格区间 30到40万左右期间 买一些中大型SUV 你会首选唐DMP吗 还是会首选什么车型 咱们在评论期间聊一聊 咱们评论期间聊一聊 明镜原调查到